進入黑鮪魚產季,但今年卻傳出價格崩盤嗎? 就在上個月,屏東引來第一尾,排卖拍出了310萬天價 至今不到一個半月,傳出每公斤從10300元 跌到剩下每公斤125元,甚至還有只剩下70元的傳言 價格直直落,東港區會也緊急澄清 所謂的1公斤70元是指無法做生食,只能加工的中低等黑鮪魚 不過今年的確漁獲豐收,量多價格自然下降 不少韜客也抓準時間品嚐 黑鮪魚現切,有話騙不了人,分不均勻 漁港在地送親,生吃沒問題 懂吃的韜客特地南下報道,但上個月屏東引來第一尾 拍賣賣出310萬300元天價購,卻傳價格崩盤嗎? 傳出市價均價,從當天的1公斤10300元 隔天跌到892元,之後一路下跌 5月底剩下125元,甚至還有1公斤70元的說法 如果說要340元,應該說太多了 在地賣生魚片的攤商,氣得駁斥 所謂1公斤70元,是拍賣完的,重低等魚貨 只能做熟食,或者是料理加工 為魚排,黑鮪魚鬆,或是鮪魚罐頭 不能生食,只能做加工 碰上冷凍倉儲滿倉,才有1公斤70元的價格 一般市售黑鮪魚沒有1公斤70元 但豐收年量多,價格相對便宜 各部位任君挑選CP值更高 對韜客來說,真是品嘗的最佳時機 記者蘇世偉,屏東報導